24小时 中国边境三个国家燃起战火 每航母轰炸机聚集南海暗流涌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树军 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24小时 中国边境三个国家燃起战火 每航母轰炸机聚集南海 最近的新闻不是这边打仗 就是这边冲突 但战火突然开始往中国周边烧 最近也就是一天之内 中国三个邻国就发生了交战 在27日 根据巴基斯坦当地媒体报道称 一架无人机试图侵入巴基斯坦 被巴基斯坦军队击落 随后印度军队向西亚尔科特边界沿线的巴基斯坦哨所开火 而印度方面则指的是巴基斯坦先开火的 其实印巴大大小小冲突这么多年一直都存在 但是选在这个时机 室友的人又想趁乱搅浑水了 印巴突然发生冲突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因为印度就是个投机主义者 另外 大选要到了想利用外部矛盾博取选票 而另一边在当天凌晨缅甸多地爆发激烈战争 缅北拉虚 桂盖等多地的缅军军事据点 遭武装袭击并爆发交火 这次袭击是由缅甸国感民族民主同盟军主导的 战事非常激烈 不过这在缅甸也很正常 缅甸内战几乎就没停止过 不是地方武装和政府军打 就是地方武装互相打 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称为地方武装 都可以说是土匪了 也在互相打斗 和那些地区冲突不同 他们更多的是利益问题 所以缅甸局势极容易被挑动 冲突在意料之中 但没预想到的 这次战事激烈程度如此之高 缅甸国感民族民主同盟军 甚至发了一篇西文 直接缠明自己的目的 彻底推翻军政府的独裁 坚决制止其全国各族人民的野蛮暴行 从这就能看出 这次冲突可能规模不小 而且会持续很久 在当前俄乌冲突 八亿冲突的背景下 中国周边接壤 国家局势不稳 自然对我们也有一定程度影响 而且这几件事 时机也非常巧合 不知道是为了转移 大家对八亿冲突的注意力 还是想要在中国周边制造混乱 遏制住中国 而中国周边乱局最大的推动者 就是美国了 最近南海也不消停 菲律宾再次在人矮交挑事 摆拍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甚至故意创传碰瓷制造事端 事后还扬言将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 而菲律宾敢这样做 主要还是因为由美国撑腰 虽然中东那边燃火 美国也有卷进去的可能 但是美国仍然没忘记在中国周边挑事 近日美军印太司令部发表声明 指责中国战机对美军飞机展开 非专业拦截 当时一架美国空军B-52 轰炸机在南海上空遭遇中国 歼11战机的不安全拦截 还称歼11在夜间高速接近 最近距离只有大约3米 指责中国战机糟糕的飞行技术 差一点就造成碰撞 要注意的是地点在南海 时间是夜间 抵近挑选的是战略轰炸机 中国进行拦截有问题吗 中国国防部的回应就很简单明确 你若不来我能拦你 与此同时 美国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再次进入南海 当天美国空军还从安岛安德森空军基地 出动了两架B-52轰炸机进入南海活动 而中国煽动舰航母打击群也出现在巴士海峡 和美国航母距离非常近 美国几乎出动各类战略武器来挑选 而南海正在暗流涌动 菲律宾有很大概率会在南海采取冒险行动 但是另一方面 中美高层频繁举行会谈 不知道这是不是美国的筹码 还是故意试探风向 但我认为 看到美国在印太地区高调炫耀武力的样子 它是真的很怕中国此时动手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来点赞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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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赞的音春